狗狗多久会忘记自己的主人啊 小记忆就越模糊忘记的也就越快 譬如说他一两个月的时候就相当于人的两三岁的小孩 两三岁的小孩一般都不记事一般都是三四岁以后才记事 所以说那个时候他连记都记不住又何谈忘记呢 所以说像这种年龄小的小狗 你说不定今天他跟你玩的很开心明天他就不认识你了 第二就是他和你相处的时间长短 我觉得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他跟你相处的时间越长对你的记忆就越深刻 譬如说你跟一只小狗相处了一个月两个月 跟一个相处了一年两年的主人来说 我觉得他更加记忆深刻的是跟他相处时间长的那个 你跟他相处一两个月或许他过半年忘记你 你跟他相处一到两年或许过个一两年他仍然还会认识你 第三呢就是小狗的智商 小狗的智商越高认识你的时间也就会越短 也会更容易记住你 智商越低的狗认识你的时间会越长 而且忘记你的时间也会越快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从小养 他就不会忘记我 更重要的是你跟他相处的时间 你对他是否留下了难以忘记的印象 我见过有的狗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自己的主人 也见过几个月不见就不认识的 然后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个我真实的事情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狗 之前家里也一直有养过狗 但是我小的时候在外面上学 有时候一年半载才回来一次 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家里养的那只狗 他先是一愣 就是竖起耳朵 有那种警觉的状态 像是在思考什么 但是随着我越来越向他靠近 可能他眼睛也更清楚的认识我 气味呢也让他识别到了 就在那一秒钟 他就认出我来了 然后向我飞奔而来 那种感觉 我相信只有养过狗的人才懂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 也算是茶余饭后的分享吧 觉得说的对的就听 若是觉得说的不对的就一滑而过 哈哈一笑 咱们下期来分享 小狗多久会认识自己的主人呢 也顺便给大家纠正一个小狗睁眼见到的第一个人 就是他主人的这个误区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下期视频 拜拜